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项羽全军不末不让刘老六打开了冰道 让储君来到了花木兰的时代 在项羽的光注下 木兰提前两年击败了凶奴 同时他女儿身的身份也被公之于众 这时将木兰认作为干女儿的特元帅 问他有什么愿望 什么都能说吗 能 就算你还想当元帅 我也一定激励奏名皇上 我想洗澡 我派人给你站岗 北魏军营地 花木兰的帐内水雾缭绕 肩货传出女孩子的笑声 鱼姬和小桓脱她的福 总算也能洗上热水澡 老特派了一大队士兵为他们站岗 这帮老爷们此时是如临大敌啊 背对的帐篷远远的站开 好像听到水声都是对花先锋的亵渎 喝了一会儿 鱼姬和小桓从帐篷里边钻了出来 鱼姬手搭帐帘 嬉笑着说 花姐姐 你快出来呀 你怎么着 太凶了 一双白玉式的手扒在门边 花木兰先探出头来 脸上带着羞怯的飞红 诧异地说 这么多人呢 说着 他就又要往回村 鱼姬和小桓合力把他拽了出来 花木兰穿着一身秦朝的女士衣衫 硬衬出他女性的柔美 他站在月光下 大眼睛闪闪发亮 不带一丝烟尘之气 犹如新女下凡 鱼姬和小桓都喝了一声彩 脸儿狗 这脸儿狗本来就战战兢兢的 听到身后有动静 脖子更像是生锈一样 丝毫也不敢动的 这会儿听到了花木兰叫自己的名字 这汗水小溪般的流过了鼻胶 但还是力上大声道 邀 贺元帅就要班师了 我听说你是第一匹 你回去以后告诉我爹娘和我弟弟 就说我很快就要到家了 我说你能不能转过脸来啊 这 这 背着不敢 花木兰不耐烦地按着他的肩膀 把他拧了过来对着自己 呵斥的 你有病啊 咱俩是老乡 又是同一年当的兵 你拧什么不敢的 木 花仙峰 私下里你不是一直叫我名字的吗 怎么 难道我换了身衣服 你就不肯认我这个兄弟了 怎么会呢 项羽看着女装版的花木兰 摇头微笑道 看来木兰还没意识到男人跟女人的不同啊 这倒是个麻烦事 正常嘛 这属于啊 战争心理创伤 需要一定时间的治疗 一夜无话 第二天 北魏军开始有计划的撤兵 花木兰一早就帮特元帅安排去了 我出了帐篷 见项羽正在望着储君的连营发呆 行 羽哥 这么早啊 想什么 我在想我的兵的归宿 老贺不是说了吗 请坐完皇帝以后 就让大家入住中原吗 老贺的人终于可以回去跟家人团聚了 可咱们的兄弟就算跟去又有什么呢 他们的家在处地啊 他们也有自己的爹娘和老婆呀 他们嘴上不说 可我能看出你 他们想家了 来 我给邦子打个电话 等我走开才到 你死要面子 活受罪 喂 方子 喂 喂 等会儿啊 过一会儿 现在行了 你们跑哪儿去了 你再不给我打电话呀 我还真以为你们跳河了呢 我们在花麻兰这儿呢 你怎么鬼鬼祟祟的 我媳妇不是在边上睡着呢吗 那边都安顿好了吗 行了 行了 你们什么时候过来啊 拉你那车可费了劲了 真是九九二虎啊 你锁门就算了 你拉手刹干什么 我跟你说个事啊 咱们的楚军兄弟都想回家了 你说这怎么办啊 你跟他们说 随时欢迎他们回来 那本来都是我的子民嘛 跑到花丫头那干嘛去了 北魏是人间仙境啊 你多难少 我这不是先跟你说一声吗 万一回去了 你都给当这反政府武装 给收拾了怎么办啊 可说好了啊 回来是回来 不许搞事啊 尤其别整王者归来那一套 大个儿现在在民间 还是有一定的山东力的 咱们哥们儿贵哥们儿 账目上的事情 要说清楚的 宇哥是那样的人吗 你让他跟我说话 算了 他现在肯定不在你的身边吧 我都猜住了 这顾影自怜的小样 我不禁骇然 刘邦的项羽了解之深 只怕天下无二 喂 那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玩啊 你那儿刚安定下来 我们现在去方便嘛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胖子那六国还没统一呢 你们一个个搜搜就都过去了 在我这儿就不方便了 他来不来 回一笑 挂了电话找到项羽说 行了 让咱们的兄弟也撤了 兵道一开好了就能回家了 大王 我们是不是要回去继续打汉军呢 黑虎 你记住 回去以后好好地过日子 相遇这个人 他已经死 赵王 不管你去哪儿 让我继续追随你吧 你回去吧 要讲回去的事情你就多操心吧 我欠刘小三的人情 汉朝的土地 我是不会再踏上一步的 那你有什么打算呀 我先带着阿姨跟小桓 还有木兰回家 你可以拿到车以后 再来看我们 我点点头 拽着黑虎出来 跟刘老六商量好兵道的事情 这就让储君收拾行装 准备回到该下 贺元帅在营地里检视了一圈 发现储君拔营 不请问我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我回家 什么 回家 你放心 不会给你们找麻烦的 他们的家都很远 你们到底去哪儿 贺元帅 你的三个愿望实现了几个了 说起来真是值得高兴啊 柔然远顿 又认了一女 已经完成了两个了 三个 您不是敬仰西楚霸王吗 看见没有 那位就是 如假包换的 不要说笑话了 这时他就见大批的储君 引在了黑雾里 神秘的消失了 然后大惊失色道 你们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不是跟您说了吗 我们都是储人 老元帅要是想不通啊 就当这是天意吧 什么 项老弟 他居然是项羽 这 这怎么可能呢 真的你打了十年仗的先锋 是一女孩子 项老弟为什么就不能是项羽呢 这世上的事啊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老元帅心诚则灵 感动了上天 所以派我和楚霸王接来 与你见面 您不会是社工耗龙吧 老贺再无怀疑 一把抓住项羽的手 颤声道 项老 哎呀 你看看 你看看 叫了您这么长时间的老弟 哎呀 这可 可万分得罪了 怎么叫挺好 这位小强啊 他是我 重重重 孙女的杖 他不是照样叫我 鱼哥吧 哈哈哈哈 小强啊 小强 你可真够猛浪的 我 我真是无语了 这时大部分的蜀军都已经进入了冰道 他们忽然朝着项羽一起跪倒 悲声道 大王 都去吧 去吧 你们是天下最出色的军人 小强 也曾与你们并肩作战 非荣啊 那个 咱们连早唱一首歌啊 就我这两天教你们的那个 那个有一个道理不用讲 好 你预备啊 预备 唱 有一个道理不能讲 志兵就要赶上战场 这 这就是传说中的楚歌吧 好 那我们也该走了 小强 快点回来 接我们去和大家团聚啊 没问题 可惜这次不能去你们家蹭肉吃了 你弟弟磨刀祸祸像牛羊在历史上很有名的 小强确实好才华 大王 等我们的孩子出生以后 就让他认小强做干爹好不好 那可不敢啊 你们的儿子孙子重孙子那都是我祖宗 各位 咱们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日后江湖相见 自当 哎呀 赶紧走吧 都赶不上二路汽车 我随着五万储君进入了冰道 不多时 就又回到了该下的旧地 我爬上了一片高地寒道 兄弟们 咱这就散了吧 啊 回去以后呢 好好地过日子 到家跟当地政府抱个道 多万退伍军人待遇安顿 啊 谢谢小强 后会有期 全体 解散 我一个人往前溜到了古代一会儿 就进入了刘邦现在的临时行宫 王上之外 有两个特别眼熟的兵丁在那站岗 我赶紧 清车熟路的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 准备交给他们检查 没想到 这俩人离我还有十来不距离的时候 就赶忙跪倒 参见并见王 这是张良 从旁边转过来 哦 哎呀 亲家 你来了 哈哈 我那儿媳妇挺好的吧 你儿媳 哦 你是说传女啊 挺好 挺好 说着话 我叫王李走 张良犹豫到 这个 亲家 我看你还是过一会儿再进去 皇上正在歇息 是小强啊 让他进来吧 哎呀 亲家 他皇上之恩欲 真是一时无双啊 皇上 可从不在休息的时候 接见大臣的呀 我走进临时寝宫 刘邦好像是刚睡醒不久 严实堆积 穿了一身黑色的睡衣 无精打采的 坐在一个堆上 嗯 坐下 这个向大哥还是不肯来见王 别提了 他说啊 欠你人情 永不踏入汉帝一步 德行 不就是打了败仗那脸上挂不住了吗 我打败仗那会儿 怎么见他来着 人和人能比吗 他就是喜欢用那个誓死如归的 你手下全是啊 坐人裤裆 捡人破鞋的 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 嗯 跟我说 都是兄弟 我怎么感觉你老帮着他说话呢 废话 我们是一家人啊 你要是把那个重重重重重 从孙女嫁给我 我也帮你说 嗯 孙女没有 闺女倒是有两 最大那个十二岁了 嗯 有时间领你看看去 算了吧 犯法 嗯 哼 在这个地境 咱哥俩就是王法 嘿嘿嘿嘿 为了跟大个扯平 你真是下了血本啊 哎 可不行啊 你也见了 包子他爹都是项羽的孙子 你把闺女嫁给我 大不了跟老会计是平等 我就是试试你 你要真敢要啊 我给你告诉包子你 我们正在说笑 一个交拥又有几分雌性的女人声音 从内室传了出来 皇上 今天这么早就起来了 随着话音 一个女人从里面夺了出来 我一见这个女人不禁的呆了一呆 咱小强毕竟也是月女无数的主 可见不得所有美女 跟这个女人一别 全都少了几分 媚劲 哟 这就是嫂子吧 皇上不是从不在内室会客的吗 这个 那这个这是小强 那不是外人 小强啊 你叫嫂子是没错 不过一般人都喊她皇后娘娘 没错 这贵妇果然就是刘邦的正事 吕后 吕后听了我的名字 总算是笑得有点暖和气了 果然不是外人 总听皇上提起你 她嘴上说的好听 却还是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 可你偏偏又挑不出她的脸来 因为有吕后在场 我和刘邦也没什么话可说 仨人大眼瞪脚眼僵持了一会儿 刘邦无奈烦地对吕后说 你还有什么事吗 刚才我好像听人说 该下又有储君云孽出现了 皇上可得小心地斩草除根 朕的事情 朕自由主张 吕后也不恼 见我们桌上放了一壶酒 淡淡地说 啊 皇上杨爱惜自己的身体 切不可贪悲 臣妾告退 难怪当初 项羽说刘邦的媳妇 比李诗诗还胜一筹 这种沉稳历练和窥然不动的气质 使得更像这猫科动物 高贵美丽 凶猛残忍 充满诱惑又极度威胁 嫂子不错呀 看见了吧 可我尿不在一壶里呀 这话说的 从生理角度上讲 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可能跟男人尿在一个壶里 你知道我的意思 哎呦 我就纳闷了 嫂子这样的极品 要是换了别人 还不得抢个头破血流的呀 哎 喜欢的话你弄走啊 不管你卖到哪儿 卖多少钱 我另给你五万 哎呀 我怎么就没赶上满的街都是人贩子的好时候呢 我不掺和你们的事 要不你直接弄死他 我给你十万 这会儿你得找磕子 不过啊 你得小心他被测板 你也知道这小子自打第二次次进一来 就是老婆敬业了 哎 不是啊 你干嘛那么讨厌嫂子呀 烦 我就烦他什么事都来治一嘴 哼 我是找老婆的 就不是找军师 哼 真要阴人 张良韩信 哪个不比他强 哼 实在不行 离呗 现在设计未稳 好多事情还指着他们旅家人帮我办 哼 其实 不得不说 有些时候 这个娘们给出的主意 还是有点靠谱的 哼 不过这些 都不是最主要的 哼 最主要的呢 这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尽管之夜美酒月光有时去匆匆 旅的红柱可无神平有时也无从 人如画书这辈子能有几个好梦 一张幻言背后几多余和风 船上有饭 湖中 能让人手从旅途中 听得起风 听得起 云 放门 风险 彩虹 别以为干过一山九路路的悄悄中 别以为多过一浪就可以放松 做英雄能否做得慌恿 别人听懂 明朝有时和梦 做英雄能否做得慌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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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绳桑 循环之夜 美酒月光时有时去匆匆 绿灯红柱可无声平有时也无从 日花树这辈子能有几个好梦 一盏蜿蜒背后几朵雨和风 船上有帆湖中有浪人生与土生 静得清风静得起雨放入见彩虹 别以为帆过一闪就路而跳跳踪 别以为多过一浪就可以放松 所以英雄能否做得从容 天地一动明朝有时和谋 所以英雄能否做得从容 难兵或难得四大解脱 所以英雄能否做得从容 天地一动明朝有时和谋 所以英雄能否做得从容 难兵或难得四大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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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天地一动明朝有时和谋 我们的混乱生活依然快乐继续 本剧原著张小花 改编程寒 编辑海燕 监制好卫群刘孝 演播张杰 爱宝良小曾 本剧改编自起点中文网作品 史上第一混乱 原著张小花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